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还活在世上 你一定不要放过 阿母 孩儿要娶新妇了 所有苦难终将结成过往 我们甘负将至 自尚啊 你要娶心腹 阿福却是最晚知晓的人 你这是心中还在怨恨阿福吗 少主公 侯爷说有钥匙 定要见少主公 属下不敢相拦 莫怪他们 都是为父的过错 听你阿母说 今天你当众向成娘子求亲了 我阿母 我阿母常年待在 姓华别远 不可能告诉程阳侯这些 不知程阳侯说着又是哪位 子胜 我知道你心中有气 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 程家区区新晋武将 在朝中毫无根基 对你毫无帮扶之力 那程阳子更是声名狼藉 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疑啊 都城之中谁人不知 豫昌郡主心悦于你 无论人品相貌 家事门风 汝阳王府怎么也比曲陵侯府 好上许多呀 程阳侯贤当年靠夫人裙带 攀附汝阳王府还不够 如今还希望靠我的轻视 患得锦绣前程吗 程阳侯大哥放心 我不会因为心中怨恨任何人 去堵自己的婚事 你不怨恨阿父 阿父心里很宽慰 但只是那诚事 若程阳侯心中还有一丝愧疚之心 就请立即离开这里 我阿母曾经说过 他所见之处 不想有你 我这人从来不委屈亲人 所以只有委屈程阳侯了 阿喜 送客 阿喜 你採什么东西 你採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我乃祸世独女 你个毫无根筋之辈 也敢来求取 给我听闲我都不配 我偏要打死你 这个浪荡子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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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你个浪荡子 你个浪荡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不要打伤了手 紫森 这里永远有医馆 杏花边缘离医馆远得很 长阳侯 还是快些去疗伤了 雨军 雨冰 将军 属下来迟了 迟了十五年哪 属下对不住你 若能查清孤城真相 让冤魂瞑目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 不住了 不住了 我相信他不住了 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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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少叔公 属下近些时日 一直在找寻 当年小月侯会下一世的下落 终于让我查到了个群衣 他如今早已改名唤醒 正隐居在那长江西村 我让阿琪阿飞 随你一同去西村查探 不可 少叔公身边人过于大眼 为稳妥其见 还是让属下自己去打探 属下会随时与少叔公联系 三日之内 必归 那倘若想与你取得联系 我该怎么做 从前暂停瞬息万变 我们传令官 很容易就落到敌人手中 未免军事泄露 霍将军偿命我们 将信息藏于常见之物上 霍家军传讯方式 不拒一副 比如折断一根树枝 一短三长 便是属下预险 若是我平安无事 就是两短两长 此行还需隐蔽 切记 小心为上 请少叔公放心 不认识 只是属下还有一些不明 少叔公为何如此焦急地 寻找孤城残暮 莫非这当年孤城昌破 还领有弃强 是已 但如此焦急 是因为我有了新意之人 少叔公 是 少叔公如今年少有为 将军若还在世 定会感到欣慰 可惜啊 将军再也见不到少叔公立业成家了 带你查探回来 你能赶上 我的下平之日 是 是 少叔公 这是要澄清了 好事啊 好事啊 将军在九泉之下 一定会感到欣慰 只是让我们少叔公 能看上的 是个怎么样的女娘 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娘 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娘 像我这般 被困在过往之中 本该截然一山 但倘若一路艰辛的 同行之人是她 可惜值得一试 或许值得一试 不许值得一试 有点 不许值得一试 已经能看不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比那个林不宜 还要可怕千万倍 夫人千万倍这般小 娘娘还小 不懂咱们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 那日夫人的话虽然委屈了她 但也轻非得已 你莫去的了 是她莫要怨我才对啊 当初是我们对不起鸟鸟 如今她宁可豁出自己的音乐 也要与我们对着干 这便是自食恶果 鸟鸟与夫人一样 鸟鸟与夫人一样 都是嘴硬心软之人 有据像不肯低头 说话总是枉罪伤人出所 我不怪她 我只怪我自己 当日因今日过 当初不管我们有多为难 多么的不情愿 也是我们抛下了她 令她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再说过多 也无意了 这世上的怨恶这么多 我只盼着她与林不宜 不是其中之一 能够恩爱携手 安稳拜托 明日楼河两家大婚 安稳与孩儿一起去吗 旁人成亲与我何干 你自己去便是了 那孩儿的亲事呢 安稳 无视搜罗的试魂女子画像 安稳可一一考量过 你已成人 婚事可自行做主 若看中了哪家的心仪心腹 劳烦你阿父去提亲便是了 那阿母呢 他人父母操心子女亲事 恨不得世事安排 为何阿母从不关心孩儿 将来会娶怎样的宗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难道不好吗 在阿母心中 可是觉得孩儿的婚姻之事 不算大事 待你再年长几岁 你就会懂得 在你眼中天大的事 不过是别人心中 分文不如的龙衣消失罢了 在这世间上 能靠自己的 未要加少于人 可为公子选定哪家女公子了 母亲说 全凭我自己做主 公子学识广博 为人聪慧 有主张 夫人是对公子放心 才会将这婚事啊 放手给公子自身 父母 你不用劝我 我懂的 这世间 有世事插手儿女婚事的父母 自然也有甩手不管的 我羡慕他人 有父母干涉管教 他人 我还羡慕我无人约束 公子说的他人 是谁呀 无谁 这世间 谁人不是既可笑 又可怜呢 尼公子 尼公子快起来啦 林将军来府上啦 大清早的太太们府上做什么 你公子你忘了 今日楼和两家大婚 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 这会儿正在酒追趟 等着你呢 林将军到 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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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二公子 恭喜 掃商军换郎蜀倒是快啊 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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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 我少女人 那郎序倒是快呀 才几天功夫 又定了他人 与你有何干系 不曾想敢做敢为的成娘子 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 罗二公子 还请带我们入席吧 老友 此处交易我 你带贵民先去吧 善天兄 令将军 请跟我来 少商的话 还是我来吧 阿妖 我来领少商妹妹去你店出发 少商 走吧 我这一生 出嫁两次 第一次洗袍加深 家破人亡 第二次热笑成婚 不能吹打明金 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 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些场面 只是我没想到 你也会来 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 受伤 我还是要谢谢你 把阿药还给我 说非因为我 你也不用驾驭林不赢 我还以为你要说 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早只有这门轻事 为何不早些退清 林不宜心黑手狠 嫁他算什么大便宜 当初我在冯一军 曾亲眼见他审讯 现在想起来 还是身心发寒 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 万事由他 怎么得身上力气这么重 像身负血海深仇死的 那不是力气 那是杀气 他是将军 很也很对的地方 你这般维护林不宜 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 我当初年轻气生 不懂得看人 经过此事我才明白 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 要心地柔软 温厚才好 至于你 也算半个厚道人吧 你知道就好 若不是为了阿妖虔诚 生凭你何兆军哭干眼泪 我也绝不会退婚的 现如今 我是阿妖为兄长 我这个人最胡短了 何朝俊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家人的 我也一样 除了我阿弟 阿妖便是我世间最后的欺负 我对她的珍惜不会比你少半分 我与她日后会越来越好 希望你与林不宜眼一样 但愿吧 但愿吧 走吧 我们归宴学处 我尚在手下 按规矩 我不便见面 今日我是特地学你 同你讲这些话 话已说完了 人情也算尽到了 你不瞭 我致见你 那我真的很痛 不报告 你不停 我去评论 你不再想 我崩火 我去评论 我去评论 两位兄长 这边请 未曾想到 几日未去程家讲学 少商便与林将军成亲了 日后程家的功课交给我便可 不必麻烦袁公子 不过若袁公子复闲家中实在无聊 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 省得天天盯着女娘们的婚事 不必了 恩师皇甫仪已见我入朝 日后我与林将军便是同僚了 林将军放心 我若是闲了 定会去找林将军的麻烦 不 是麻烦林将军 不麻烦 待我与少商成亲的时候 定请袁公子来喝杯喜酒 说到喝喜酒 上个月 我还以为今日喝的是少商与阿瑶的喜酒 可见这亲事一日未完婚 便是一日做不得数啊 任公子先是任臣氏教习 现如今 又来打听我与少商的亲事 若不是知道你眼高于鼎 怕不是会猜想 你对五夫是否有非分之想 程少商此人 从不屑男欢女爱 她只会经营算计 我平生最看不惯拿婚姻算计的男女 对她 更没非分之想 那这么说的话 原公子只是针对在下了 我就是想瞧瞧 被满腹坏水的女娘桥上的男人 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 那可真是要令原公子失望了 我与少商情投意合 定能白头到老 但像原公子这般 小肚鸡肠嘴损无德之人 未必能走到那个时候 林将军 我一文官 必定比你武将命长 情投意合 白头到老 你说这话 自己信吗 两位凶长别吵了 在我看来 少商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娘 当然 闭嘴 闭嘴 恭喜章娘子 章娘子 来 双双妹妹 来 跟我叽叽 不必了 多谢 妙妙 你来了 来来来来 来坐这儿 十一郎挑剑多年 眼光也不够如此 陈双双 你好是能耐呀 前脚与我堂兄退亲 后脚又搭上十一郎 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 是身上亲口向我陈家提得清 天大的身恩 哪敢无端拒绝 楼梨 你这么大口气 当时就应该让你在狱前 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 可 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 我堂兄得多难过 他对你情深义气 你 你就该伤怀 该避居相野 凭什么你堂兄另去 我就要终身不嫁 就算是要嫁 也要先伤怀好些年 凑过花家之期 最终是嫁了 也要找一个不胜如意之人 躲在冷蔽角落 铁日商口 不能在人前出现 知道的 是知道我陈家 我圆满何将军临终一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陈家 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 老师 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 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当着你阿富阿姆的面再说一遍 看你阿姆 抽不抽你耳光 好 夫人 这是要去何处啊 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 亮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 陈伯夫人说得是 是小女言语挑衅的 绍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 娄氏何家甚觉惋惜 只是为了成全忠烈一怨 不得不这一般 夫人不曾往心里去 我也就安心了 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 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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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郎序 夜班都会笑醒 又怎会心生怨对呢 林将军能陪绍商 来娄氏参加婚宴 着实令人心中钦佩 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 也不会陪心妇 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 只是不知 林将军对绍商是无情无心的 还是他压根就不顾及 自己的颜面 多谢各位到访 请 多谢二位 多谢二位 来 张公子 来 来 刘大公子 刘大公子 若非你博文强计 会下冯义军于土 此意志会更艰难 盛上士下论功行赏 你立此大公 日后 当身居高堂 阿谣 阿谣能够赢取昭军 这就是圣上 对我们楼市的最高问点 身为何将军的亲家 身为何将军的亲家 娄奖 能够助林将军夺取冯一郡 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 怎敢再贪功呢 阿笨啊 你说是也不是啊 伯父 慎之我心 林将军 我半生散漫惯了 只喜周游天下 不宜入室 怕少令你是忘了 你虽无宜入室 但若慎上其嫌 我看谁人敢阻拦 楼大公子 这程家才到楼家退期 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 快得令人扎舌了些 不免让人生疑心呀 这陈绍商与林将军 是否早就有私情了 这陈绍商与林将军 是否早就有私情了 阿妍 你为何来南门演戏啊 倒也并无大事 只是 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 她落了件披风 在林将军马车上 拖切来问问 这陈绍商与林将军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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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正你们呀 诸位 想必你们也认识林不宜 时间不短了吧 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 我们都是老实的归宗女子 行端作证 哪像有些人 无媚作祖 耐弄风情 林将军是伪丈夫 哪里懂得这些鬼祟殷私伎俩 怕是受了蛊惑 王灵 你在说狗犯人 我没有 安子 林将军 林将军 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 你这是何意呀 我行至何处 黑甲卫便跟至何处 向来如此 无意冒陌 林将军 此处是女眷洗面 只怕不大合礼一罢 何夕分析只是小节 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 好 既然王娘子说我 不合礼一 那我今日 是 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 知礼仪 林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 竟然让林将军 不顾男女分析要去维护她 这程四娘子刚推们轻水 又能提到如此上的狼血 真是天大的福气 你 你 抱歉啊 一时摊开热闹 竟失了手 不过 能用上等路肉起刨 想必二位 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 你 算了算了 别跟她弄嘴 可没人能从她原善见嘴里 讨到半点好处 走 好 陈夫人 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 如今长辈们看着也算是合理了 如此甚好 林将军思虑周全 林将军此话诧异 顺仁云 礼仪 礼仪 你一个女公子 张嘴闭嘴就谈论 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 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 很懂廉耻吗 你尚未出嫁 就已经一副 市井夫人的嘴脸 娄大夫人 你知晓吗 王娘子方才提到 狐媚风情 卖弄作作 你可知上个月 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技 你兄长王龙剑后 垂涎三尺 我便将二人送约他 可谁知不过几日 你阿父又将其笑纳 狐媚风情 卖弄作作 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 你 与其枕日琢磨 如何攀悟我家心腹 不如回家好好想想 日后 该怎么称呼这两位美技 是敬为阿嫂呢 还是敬为阿母呢 林不宜 你 快里 可是伦 几位 想必你们 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 也有所耳闻了 待我成婚之事 还请各位大驾光临